改變律師界 從您的票開始 醫生西裝筆挺發表參選感言 他是律師羅盛德 和徐曉鑫夫家感情盛度 除了是大姑劉相傑的高中同學 和弟弟劉彥禮 感情更是深厚 看準火熱都更議題 徐曉鑫的先生劉彥禮 出任都更發展協會理事長時 羅盛德就是理事 現已升任為理事長 還是新北市政府法律顧問 如今被捲入老同學 乍團洗錢風波 律師生涯重大污點 也被棋底 二零二一年臺安醫院 炸零補助涉案的 鴻燊健檢公司 董事長張家化被約談 還有刺青黑衣人護送嗆瞎 羅盛德過去曾任鴻燊的法律顧問 訊受張家化等人委任 對公司提告 連他被控A錢 都由羅盛德辯護 此舉明顯違反利益衝突 事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 即申解一次 羅盛德律師生涯爭議不止這一樁 根據週刊報導 檢警三月份查劉相傑 省錢集團案時 據傳羅盛德出面要替劉相傑等人辯護 但被检方已不適合等室友 要劉相傑另請律師 而羅盛德的夥伴徐金律師 原本擔任林漁人的辯護人 事後也被解除委任 檢警低調不認證實 對此羅盛德回應 週刊報導內容 多為政治操作 有諸多不實 留相檢案非他代理 案件也還在偵查中 不方便發表任何意見 隨著許曉星大國案偵查 到底有多少人牽涉其中 也將一一扶上檯面 三星期晚莫公華市商運台北常報導